来 瑞德哥怎么看 现在这是他们的官场的文化吗 可以完全毫不掩饰的是不是 我要是习近平的话呢 看到这个新闻啊 第一件事情就是下令中纪委 立刻把金砖放上去的 这个相关的官员跟相关的人士呢 立刻抓起来 为什么 这一定是拍马屁一定是有问题嘛 而且很可能就是有贪污贪毒嘛 为什么 就在昨天 中国中纪委不是才公布 四个高官又下马了嘛 对不对 重庆市的这个副市长 前市副市长 全部四个又下马了嘛 都落马了嘛 双规啦 然后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 又来了嘛 那这像这样子拍马屁 黄金砖代表什么 迂腐代表拍马 所以这样的人逢赢 他一定是有问题的 他的操守一定有问题啊 那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因为上面的人要这样子造神 我下面的人至少这样扑嘛 那要不然我问你 怎么会832个这个相关的贫穷 现实突然间一夕之间全部脱贫啊 哪有可能嘛 不可能嘛 但是因为习近平 习老大他说要在去年底脱贫 所以全中国全部都要脱贫嘛 你要什么数字 我就给你什么好看的数字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紧紧造假 那么发生了这个事情 我觉得事情很严重 去年10月的时候呢 习近平到这个潮州啦 汕头啦 走过了以后 马上有人把他走过 踏过他在那个地方讲话的 这个砖挖掉 弄一个金砖在那个地方 也不是真的黄金啦 真的黄金早就被人家半夜就挖走了嘛 但是就是一个金砖在那个地方 哇 这个地方太棒了 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为什么呢 突然间这几天多了好多的标语 全部都是捧习近平习主席啦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什么西郎 什么什么全部都出来了 为了造神 因为习近平自己本身 把自己当作相提并论毛泽东 其实是错的 为什么 他根本就要凌驾在毛泽东之上 他只是把毛泽东抓过来 然后呢 那作为他往上跳的一个根基而已嘛 垫脚石就对了 因为很简单嘛 为什么 明年他人期就到了 照理来讲明天要下台一级公啊 李克强明年就再见了 你知道吗 唯一下台可能就李克强他们啦 习近平要做到死 从种种的迹象显示 他就是要做到死 那么他这样做了以后 你想想看 包括各式的标语 包括各式的什么 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只有三个字叫习近平 就很简单 整个中国变成习近平 那么你忘了习近平 在这个昨天啊前天 不是签了一个吗 要人民解放军啊 随时做好能战待战 准备战的准备嘛 那不是笑死人吗 全世界哪个军队 不是平常就做好准备 开战的准备 你要当军队 就是随时准备开战嘛 但是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准备 因为很简单 习近平曾经在他们大型军演的时候呢 那么故意穿着所谓的毛装 然后呢在车上以后呢 做广播向所有受教的这个假装军说 党指向哪里 就打向哪里 事实上所谓的党 现在要把它换一个字 习近平我指向哪里 就打向哪里 其实我告诉各位 其实这个是习近平内心 很严重的不安全感跟空虚感 所以他为了 因为他之前已经被人家上任前 就被人家暗杀那么多次嘛 他现在又整数这么多人 鬼青狼呢 他整数那么多人 你认为没人想要弄他下来吗 所以呢事实上 这也是解释 为什么习近平现在 只要在中国的任何地方出路 他还没有来之前 上万个便衣全部都已经把地方全部弄弄干干净净了 所以啊 其实习近平越造成就越象征他自己内部的不安全感 就是 我看你一看